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单车除了可以代步,还可以玩不同的花式 他们都在玩BMX单车 BMX 全名Bicycle Motocross 是一项源于美国的运动 属于极限运动X-Gang的一种 BMX可以分为三大类 有竞速比赛、人体花式和自由花式 而香港最多人玩的就是自由花式 车手会拿着单车,騰空做出高难度的动作 都挺神奇的 因为你只是单车,靠一条链 这样擦一擦,已经可以动了 BMX 还可以玩花式 可以360、180 我觉得很神奇 所以想试试接触一下这种玩意 其实BMX 动作比其他X-Gang 比较大 因为单车不大 当你操控到时 你会觉得很开心 除了高难度又精彩的花式 车手背后付出了少了努力 玩BMX 花式单车 又一定危险 要练得一身好努力 难免要吃斧头 扰柴就扰裂了印带 休息了半年后才可以足够 刚刚去比赛前一天 就练习的时候 刚刚碰到手指尾 刚刚脱了脚 害怕玩不到 都坚持去玩比赛 不怕痛 有耐力 而且要很有力量去练 因为单车不同 其他运动 因为单车不是只只踩 比较特别 你不踩之余 只要做停胸的动作 或者再加一些难度高的 真的要做到安全措施 即是戴戴户具 戴户手 尽量被自己受伤 因为始终是极厚运动 都很容易受伤 任何运动都有机会受伤 因为很多人都来问 会容易受伤 我问他 有什么运动是不会受伤 除了下棋 这个是上吋下吋 就是保护这个位置 因为通常损都是这个位置 因为被脚踏这样拍下来 我们通常会带上吋下吋下吋 否则就会像这样的 但有些比较听话的车手 就带上吋下吋下吋 就不会有这些出现 很干净的 很漂亮的 想玩BMX 花式单车 首先要有一架 合规格的单车 最便宜的BMX 单车 大约2000-3000元 相对主要级的 价钱就要超过一晚 多数入门 始终新手来说 一架组装车 整架买 我们叫Complete Bike 砌一架 价钱就不同 差很远的 当然 砌一架零件的价格 密度 材料 所有东西都不同 更漂亮 所以砌车就是这样 砌车 还有它分别 BMX 分别和其他分别 就是它玩花式 最主要是玩花式 其他单车 可以玩到花式 你可以试试 角度不同 至少你BMX 如果真的玩花式 它计算了角度 香港地小人多 很难找到合式的地方 练习BMX 在美孚这里 就是香港唯一一个 合乎国际规格的场地 在一般公园都不可以踩单车 在这里玩BMX 就不怕被人说了 除了美孚 现时香港还有五个场地 可以玩BMX 单车 但它们都不合乎国际规格 面积都不及美宽这个大 政府浪费很多资源 去做些基本上是 浪费钱 浪费时间 以及在这个场上 没有人玩的 又不听我们的意见 那门组就荒废了去到 最主要是浪费了垃圾型的钱 而且你起了一个场上 没有人用的 那你起来干什么呢 你有一块超级漂亮BMX板 但你没有BMX桌 你也有个泡 等于香港的Skate Park 你有Skate Park 你买单车 你可以去Skate Park 有一年 因为人家有场地 因为人家有场地 你输就输 为什么香港人输 就输 只是输在场地 你有场地才能擅长 现在其实看到的 你早几年 这样 即外面是这样的 一路慢慢慢慢 现在去到这里了 当然未去到平 但都开始Going up 一路上一路上一路上 大学记者 谭线俊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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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